他们为了要消除歧视 定了一系列的左派道德标准 那最近呢 他们又找到了一个需要被平反的 现在正在遭受严重歧视的对象 那就是非洲人 现在呢 有个传染病 大家应该都知道 叫猴豆 世界卫生组织WHO 决定要尽快的给猴豆改名 因为猴豆这个名称呢 对非洲具有种族主义和歧视 这个想法呢 已经有超过30名的科研人员 签署了一份文件 说要迫切需要更改猴豆的名称 猴豆这个名字 怎么会对非洲人有歧视呢 是因为非洲是猴豆的高发地吗 但是这不是歧视 这是事实啊 所以猴豆这个名字 你就算有歧视 那也是对猴有歧视 怎么是会对非洲人有歧视呢 难道 他们觉得 非洲人长得像猴 还有比这更歧视的想法吗 那他们现在已经去改新的名字了 说改好了之后就要发布出来 那除了现在不让管猴豆 叫猴豆之外 你还不能说 有人胖 那比被人说像猴的非洲人感觉更委屈的 应该就是一个抖音博主了 这个博主呢是一个女生 叫做Remy Badr 她在抖音上面有超过200万的粉丝 那么她会登上新闻版面的原因是 她有一天去马场骑马 但是呢被马场拒绝了 原因就是因为她的体重过重 超过了240磅 240磅就是108公斤 那对于她这样这么重的体重呢 他们农场里面没有适合她可以骑的马 也就是说这个体重 对于他们农场里有的这些马来说 都已经太重了 按照她的体重来看的话 如果要骑马 那那个马的体重最起码要达到1600磅 但是问题就是 她那天去的这个农场里面 没有那么大的马 于是呢 这一位抖音博主 她就生气了 她在抖音上面就发了一条短视频 在这个视频的上面就写上了 这个农场的名字 并且说 是因为自己超过了240磅 所以农场拒绝她骑马 那么她这样的一条短视频 却引来了大家对这个小农场的踏伐 有更多的人在网上声讨 说这个抖音主遭遇了歧视和身材霸凌 更有女权人士也出现了 说这是对我们女性的歧视啊 如果这要是一个超过240磅的男人来骑 他们一定就会让她骑了 更有企业直言说 我们不会与这个农场有任何生意上的往来合作 因为他们骑视 但是说到底这个农场 她到底做了什么呢 他们只是没有一个可以承受她体重的大马 给她骑而已 但是这样一个合理的拒绝 现在变成了骑视女性 骑视肥胖人群 那么这个抖音博主呢 她可以因为自己小有名气 有一点流量 所以就利用这一点来发视频 报复不让她骑马的小农场 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就会推荐她直接去骑大象 因为这样呢 就可以避免一匹马被压死 也可以让拒绝她骑马的小农场 免具无望之灾